县府向中央提报计划 争取公费疫苗对象 扩置第九类并提早施打 以获得中央同意核准 彭文县府即日起 开放医治九类对象接种疫苗 请符合资格者 向各乡市洗衣家卫生所 五家合约医院 三种彭文分院 部立彭文医院预约施打 彭文县政府表示 为了提升疫苗接种普及率 县府向卫福部提报专案计划 申请疫苗施打对象 延伸至第九类高风险疾病 罕见疾病及重大伤病者 23日下午已获得卫福部的同意 澎湖AZ疫苗尚有余遇 莫德纳疫苗7月1日 目前中央只开放第1至3类对象 及孕妇接种 7月1日起 配合中央开放1至8类民众 可选择疫苗厂牌 县府将争取第九类对象 比照前8类可自由选择疫苗 彭文县政府表示 符合资格的民众 经医师评估健康许可 可自行选择AZ疫苗或是莫德纳疫苗 根据研究 AZ疫苗莫德纳疫苗的保护力并无差别 疫苗的副作用 主要与个人身体状况有关 所以只要经医师评估情况许可 打疫苗的力绝对多余弊 彭文一至九类对象合计约34,899人 扣除截至6月23日 第一至七类对象已接种8,028人 以及上有1872剂AZ疫苗 500剂莫德纳疫苗 还不足15,499剂疫苗 县府将与立委洋药持续向中央争取补足 估计澎湖第一波分配到的美国证莫德纳剂量 可能只有5000至6000剂 不足一至九类人员施打疫苗 届时县府将一顺序 年龄依序施打 建议民众可选择AZ疫苗 避免酒后 记者王海龙报道